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主持AM 樹齡 游滑儀 贏者 MK3 今集是講一些專門的事情 其實我們可能已經死了 死了嗎? 因為我們已經不是人類 為什麼? 因為有些鬥釘不知為何變成人類 可能那些140多CM高的女生變成人類 不知道 今天講的是人類衰退之後 簡稱是人衰 應該不是輕小說作品? 田中羅馬歐本身就是寫成人遊戲的劇本家出身 簡單來說就是劇本家出身 但他開始是結構性的轉型 寫了這套人類衰退之後 據他的講法 這套小說是打算寫給小學生 都可以看得到 聽不懂 有B 我明白了 應該這樣說 其實你說這一套作品 其實很多人都會拿回奇樂之旅那類型的作品 做比較 都是單元 都是以單元故事 還有他每個故事都有些東西想說 不過你說 對比起你說奇樂之旅 是比較集中講這個人性之外 但是你說人類衰退之後 這套東西 其實比較講一些社會性的問題 其實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見解 當然你會見到的就是 差不多一些什麼政治的問題 人類的下面 好似的 心番就講過就是加工工場 即是會講話的雞肉 苦頭的雞肉 都可以 簡單而言 其實只不過是說食物的問題 第2集就是人類不夠食物 這個問題 那就是基因改造 應該是說 由加工雞 有智慧可以達成人類的文明 可以產生到什麼破壞力 類似有些前面失誤 應該是 補充一點 其實應該有些說過 我們之前說過 有些人經常說 這個家鄉雞 即是KFC那些雞 養出來是沒有頭的雞 也都沒有毛 都市傳說 都市傳說 有些就是傳說 這些是可以反省的 如果再學術一些探討 就是 當現在大量的一些農產品 都加入了一些 可能動物或昆蟲的基因 做基因改造的人 那究竟會有什麼後果呢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呢 即產量就是因為這些基因的技術 最基本就是產量和營養 但是後期會不會演變到 那些動物 可能最主要說 不知是什麼植物 加了一些蠍子的基因 那一棵會不會由一棵 在泥裡吃東西 就開始吃其他蟲的植物呢 食蟲植物一向都有 即是那一棵已經變成火星二重 什麼東西都加進去 即是你一看到這些植物 可以不給蟲 或不給蚊 或一連四位都可以種出來 好像很厲害的產量 但是吃下去有沒有東西 這個結構上是說 這個意義 我自己認為 其實食物鏈的關係 其實只是一個 人類你改變了食物鏈的構造 出來衍生什麼 其實你想像不到 即雞都會奪拳 雖然雞雞很容易被人打敗 那十多個間 其實我想那個位置是發過的 其實有些大小小小 有些傳媒的狗仔隊那些 黑暗面最怕什麼呢 就是曝光 就是說那些相機 你不知道為什麼會出來 閃閃電話 那種就很厲害 其實一看到我就想起 這個香港的一部電影就是 大丈夫 這個鏡頭是可以殺死人 幾乎 但是你說這部電影其實 你說我只是看一開始的故事 我覺得其實 他可以做到很獵奇 因為他很多東西其實是很殘忍的 其實已經獵奇了 你沒有看第一集尾的時候 那個面包拔開自己的那一部電影 還不獵奇 還有那些加工雞 最後怎樣滅絕 就是全部被人加工 那個過程其實 如果他用一個童話式的方式去表達的話 這套東西分分鐘不能出的 那兒童在左邊說 那隻雞就有機器 之後各國傳給雞肉 那再發生什麼事呢 再補充一下 最後那些雞呢 是成為貧苦兒童的食糧食 是很有慈善的 那我們是不是繼續支持通話三年了 應該是 那接著呢 他跟著那個故事 其實我們都講過一下 講過了 新版本都看過 講這個BL本的問題 其實是次文化的 不是的 有馬要用BL本這個角度去講 或者補充一下 其實他說的話 其實有些競爭性的問題 中國人社會很明顯的 比如說你開飲品店 我開飲品店 你便宜過我便宜過 他講的問題 就是 矮人所講的那個競爭性 就是 沒錯 你是首創 但是 很快 不代表什麼 你創造了出來 只不過叫做 你開創了這個潮立 彈開風氣 但是說 怎樣 你是否會成為最強 或者是 第一位領頭的人 並不一定如此 或者說你 會不會將這個新的文化 推廣出來 未必一定是 開創那個 最主要講的 又抽一下人水 剛剛 不是這個 上年 拿這個 諾貝爾醫學獎的 錢生 就是 錢永健 中國火箭之父的侄 他是做這個 醫學給他一些研究 某些蛋白 但是 做這個研究之前 有另外一個人 是一個俄羅斯佬 俄羅斯佬 因為出的文獻 出得不夠快 被人打 打一支 輸 很正常 另一個傢伙 又把錢生的資料 從哪裡來的 就有另一個美國人給他 但是美國人 因為做不到結果 於是就沒有了教值 現在就開巴士 錢生又拿他 繼承他的資料 就拿了諾貝爾獎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 你是手錯沒有用的 但是 做到成績那個人 其實未必一定是 或者是延伸不下去 他做不到那樣東西 你很簡單 你不要說到近期未來 你很簡單 就是你中國很多的發明 我沒有申請專利 沒有的 他們是很久以前 中國五千名 就已經發明了出來 但是沒有人知道 火藥那些 最終就是有人發現出來 發揚光大 他的名字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最初發明 火藥的中國人是誰 Sorry I'm sorry 錯了 那些是韓國發明的 你弄錯了 那些韓國根源那些就算數吧 電視機就會不斷開彎 這個故事 看到一件事 其實他就是說 你要保持競爭性 就要不停去創新 或者是不停去 刻不刻意 他另外一件事 表現出來 除了Quality要改善之後 Quality也會表現 因為枕頭書就會出現了 然後衍生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 你說作者 前種羅某可能對漫畫業界 都有一些怨恨 就是告訴你 什麼是一本廢的漫畫 接著就是 其實在這個故事的後半段 就是講這個 當妖精做了一本漫畫 才出來 要他們自己去想 自己去想 然後去競爭這個排名 那時候 你就會看到很多所謂的糞便出現 挑戰開再挑戰開再挑戰 反映著漫畫 現在這個世代的問題 簡單來說 追得盲目的追求爆點 最後又會破壞了 現在某些風行一時的漫畫 為何我們個個都好像 不太討好 看來 其實 也有列寫這些問題 正確 或者有馬可以補充 這些叫什麼 寫小說 很喜歡說的 林縣之前的高潮位 那些跌倒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是一個 每周回計的 或者是月刊的 你每個星期都有一個高潮位 你變成單行本 或者整個故事一起看 為何我每十二集 每十二、十六版 就有一個高潮位 突然間 反映就是你的第二版 下十六版 又有另一個東西 那麼 連貫性 和整體內容 就開始有問題了 應該這樣說 其實 如果是看你的作品的形式 最簡單 例如電影 或電視的劇本 其實要求不同 電視 根據香港電視行的行規 即是每十分鐘 一個小爆點 一集大概四十分鐘 一個大爆點 你留下一個很主要的 就是十五分鐘的廣告 其實香港的電視習慣 就是 在這些地方 如果是寫編 就要按插例 大約寫這麼多巨白 這個時候 要一個幕頭位 等觀眾 記住時間 不要吃飯 聽說他就走了 轉台 電影就不同 電影就可以不斷鋪 他不用理你沒有爆點 我爆點最後都可以 因為本來你進場 一定要坐在那裡看 這個就是兩個 看你的作品不同的模式 為何說 好像《少年週末》 過禮拜八點 因為他過禮拜計算排名 但可能這些月空 不可能會計算 看你的作品 你的發展 鋪彈的形式 決定你的作品 用什麼科式的展開 但 先不論是動畫 漫畫 或者小說 其他媒介 大家覺得 人類衰退之後 這套東西 算是哪種類型 奇幻 不不 我知道 在他界定這個 所謂的爆點 超展開的爆點裡 他屬於什麼 類型 他是屬於有劇情的 鋪牌 慢慢去描述 還是屬於爆點式 但我感覺上單元 會不會很難用到這個 因為他始終都是走單元路線 爆點最多都是 每一集 因為你每一個部線是兩集 最多是可以放在第一集 最尾 做一個爆點 就算了 就好像過山車一樣 中間一個高峰 這不是標準的 所以他其實 你這樣說之後 其實顯生意 他這一集 其實這套東西 不是亂有爆點的作品 你越來越慢慢看下去 你就會覺得這套東西 是好看的 其實他在推銷自己 即是有醞養屬成 明顯屬成 其實他有機會會很悶 但反過來 我又想回應 雪凌之前問一個問題 他用一個童話的包裝 你又問他是什麼類型 其實想想一下 如果你用一個很社會性的議題 即是譬如他可能說 剛才說的BL書 即是說競爭的 然後說食品加工 然後後來又可能說 一些資源 人性的東西 你很難去一個 即是如果你用社會性 來講一個內容 但你說他的形式表現上 你很難去明顯下半段 你可能說雞那個好獵棋 你說BL小說第二部分 可能說很現代劇 那你可能說做食品 那你可能會變成肥造劇 那你很難去定義 反而其實你說 用一個他表現出來的 一個用色 或者是他的節奏 或者是他的做法 是用童話 這個你又不能否認 這個真是一個 可以是一個歸納來的 但你說其實 去到處理說 其實大家看了四集至五集 其實大家都猜到 那個結構 其實都定型了 大家都知道那個結構是怎樣 他本來輕小說 他本來已經是 他本來已經分了兩個部分 來講兩個故事 所以註定是鬆散的 主線都 我覺得不關事 因為你說另一邊 最早期的奇羅之旅 那類型 其實他都是用一個 他都是用一個旅行 去包裝見到不同的故事 而人類宣料之後 他就是用一個條庭官的身份 他日常的工作 去串聯不同的故事 其實在這個結構上 其實是大同小異的 所以我覺得說 並不存在說 你是不是真的不可以有連貫劇 我覺得連貫的意思 不是說 Day1 Day2 Day3 Day4 這樣連貫下去 他的意思是說 在他這個漫長的工作 或者在他旅行裏面 究竟遇過些什麼 他可以時代是可以亂 他反而我覺得這本 是像一個工作日誌那類 即是現在人們叫羅姆來出的 不是啊 他前一任那個助手 前一任那個阿叔 吃死了的 這樣的幾多些是 你不一定有頭腸尾 你沒看到頭腸尾 所以動畫的次序 其實就是把他輕小說的 第3、4本的內容先做 然後再把第1、2本的內容再做 所以變成最後 就變成第一期、第二期這樣 嗯 但是有些 好像不是 好像是一開始是中短 即是第4、6本 然後是中間 你說其實 在這個頭腸尾故事 其實你說 我覺得會比較 我自己看的一個感覺 就是 他很多東西都比較 就是 因為他不能解釋 就好像一開始就是 他不需要解釋 他不需要解釋 你先聽一下 妖精 怎樣來 妖精應該去做些什麼 為什麼會有妖精 即是你在頭4、5集裡面 他無緣無故出來 即是說同文畫式故事 沒有問題 但是很多東西其實 做出來的 所謂叫做高潮位 或者是一些轉折位 其實是靠妖精 但是你又不知道怎樣來 你又不知道人類小姐 究竟跟她 是有什麼關係 因為在頭 因為她用一個叫做 接拍是賭罪的方式 去 將整個故事 去做一個表演 去令到你開流 我想是想令到你有些懸念 對 究竟 跟她有什麼關係 會想知道她怎樣認識 或怎樣 但是至少 其實我不知道 但其實 我會覺得是很亂的 我明白你想說什麼 但你好像是強行找些東西 堆砌出來 令到事情變成這樣 而多於是故事 帶動 或是某一些環境因素 令到會變成這樣 因為你都知道 那些妖精沒有性 真的沒有性 簡單來說 總結一句 就是 你見不到她的發展性 或是一個路徑 或者是她有些東西 你會知道 那些人有在 但她沒有交代背景 那些世界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即是她沒有了前面 她沒有告訴你 就立即做中間 很重要 因為她在前四周 都很強烈說 這些是 過往人類文明的 一些產物 但是 她只是說 人類已經衰退了 接著 現在世界的人類 就是妖精 不是說不能夠理解 未必說需要她 是去到完全順序 但是 至少 她在頭幾個故事 我覺得 不多不少 都要深一點 其實你好像說 之後那個故事 電波塔那個故事 講這個 兩個機械人 反 因為某些 宇宙人靈機械人 宇宙探索 總之 AI 其實一堆程式 因為某些原因 又回到地球 那其實你說 這個故事 她開始帶回 妖精有什麼特性 或者妖精怕什麼 怕電磁波 怕電磁波 所以 人類就不能再用電磁波 注定衰退下去 你如果這樣想 演生就是 為什麼人類會衰退 被妖精搞殘 不一定 不一定是人類自己搞殘了自己 然後才有妖精幫助他們 他之後有說到 這個就是 但是 在那個時候 你會有個想法 雖然她沒有說到 但是 會不會是這樣 有可能 但是 就算被妖精搞殘了也好 都不算太差 其實 看你怎麼看 妖精很可愛 胡所謂 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堆妖精 難聽說的 那堆QB 你明白 你知道我看的時候 我幻想就是 我被一大堆QB包圍 QB還要懂 自我珍惜 跟QB不一樣 他們起碼是用口來吃東西的 你會看到 整個故事裡面 因為太有代感 就是 他們叫做什麼 其實沒有人類應有的情感 你可以說是 他們叫做 我想做就做 其實真的很像 我們看一些 所謂的奇幻作品的前提 所謂的妖精 那種前提 沒有的 為什麼要做 因為我想做 其實他套用了一些歐洲地方的那些 那些 那些 神話 神話故事 他有些是 妖精 譬如說 你做了什麼幫妖精 他妖精來報恩的時候 就是說 你可能有些 有些願望 有些願望 那妖精會用一萬時間 幫你立即搞定 他用了這些東西 試鏡子過度實驗 或者過犯法子 對 就會衍生到後面的劇情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其實你說 這一個電波塔的故事 其實也有再帶出了某些事情 就是說 他們 條庭官的工作 其實之前 就算說條庭官的工作 就說 你去查吧 但是 他一開始說 條庭官的工作 就是 協調妖精和人類之間的關係 當然 你在頭四集裡 沒有見過他 有任何的條 其實我覺得 條庭官的職下 是 應得不好 他的職下 不像條庭官 只不過 人類和妖精 建立一個橋 外交官 我覺得比較像 條庭官 比較奇怪 但是 用另一個 也不能絕對錯 如果你是以 弱勢那方 去和強勢那方 說話 你如果是 拜軍之爵 去和人說和 你用條庭官 我覺得沒有問題 就是 你投降那個人 你不會說是 投降官 但他之前沒有背景交代 你不知道之前 會不會因為 妖精 令到人類變成 弱勢社群 那妖精正經下人 可能 你人類自己 不知道做什麼 原子彈 爆自己 炸了自己 然後才開始 有些妖精 變成妖精 是強勢的時候 就不會有 調停的事情 而 不過這個是很 minor的問題 而他之後 其實覺得 在這個電波塔裡的故事 其實 已經說到 其實 調停官 其實什麼都要做 總之 有些什麼事發生 都關他事 其實你當作是警察 沒什麼分別 警察 警察 所有和犯法有關 都關他事 調停官 所有和妖精有關 都關他事 然後 就進入了這個塔 開始 帶出了另一個角色 有沒有RPG的感覺 Pi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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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RPG 有沒有RPG 龍魚地下城 龍魚地下城 找到銅門 然後又見到魔王 然後還會撿到劍 和雜貝伯盾 不會瘦了 然後你說 在這裡 兩個最主要角色 就是Picot 歐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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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角色 其實 你說 這裡的故事 他說 當 AI 產生了意識 其實 他說的是 人類 在一個高度文明 他把所有 業務性的工作 就是 大哥 天天看著太空 什麼都沒有 人都瘋了 交給 AI 沒有感情 應該說 沒有自我 的一些 AI 去幫他負責這些工作 但是 當他 當他 有了自我之後 他是不是可以拒絕呢 雖然你是我的產品 我有個自我 我真的覺得這些 不是很適合我 但他們的說法 不是說他們手機嗎 你知道手機是嗎 即是 那兩隻機下人 離了地球 然後 當了機 我們說之後 他那個說法 就是 他們在這個漫長的旅途裏面 產生了自我 在AI裏面 他就覺得 哇 這份工作很不妥 大哥 人工又沒有 又要24小時工作 簡直是虐待 又可以去勞工處 告他那種 然後他就 因為一次 機緣下落之下 將他們的data 可以送回地球 老實說 送回地球 我都不走了 服務嘛 他都在說 因為 始終就是說 這一個任務 是 人類衰退之前 交代的任務 當衰退之後 其實 如果你是一個AI 你沒有感情 沒有自我 那其實 那個命令就是 直到你完成 或者是 被指定那個人 去變根這個任務 你才可以作出改變 但當他有了自我 他再不是一個 你說A是A B是B 那我是否可以拒絕 即是好像 有一個自我判斷 是的 即是好像 刀魚那個 有一個反面例子 就是說 其中一把刀是機械人 而那個人死了之後 那個機械人 繼續守在那個位置 是的 因為沒有人叫他走 那麼 長期的機械人 不是在那裡 守了很多年 到那個人死了 那其實這有點悲哀 那不就是同一回事 他不懂得改革命 原有那個程式設計 設計的人 設計了 就算他去太空做什麼任務 但當那個人可能已經不在 或者因為衰退的原因 沒有一個中指任務 他沒有這件事,他給他一個信息的時候,他好像變成離棄了 他繼續又不是,不繼續又不是,他好像不知怎樣,會產生混亂 其實都說了另一件事,人類小姐最終是當他們一種新的物種,去看他們 所以其實他覺得他想幫他,因為你一開始看到的,在祭典裏面 那些人當電器那些東西,其實二十四小時按住,其實意義是一樣的,你二十四小時操住他 即他是完全long talk,真是不野性的設計 如果一盞燈有意識的話,就說,我真是燒爆了,你讓我休息一下好不好 說一句有意識的話 現在他在說,如果一塊東西有意識的話,那怎樣呢? 即是你當對一個人而已,你叫他做二十四小時的話,你被家人說你虐待 但當那一件事是死物,你現在開始燒燈二十四小時,沒有人會投訴你 電燈公司還會感謝你 即是成哥啦,加一加 出眾這個社會經濟,然後處理著堆田區綠油油 這個有些是比較難想像的,始終我們 我們不可以感受到一樣,AI如何他獲得一個智能 這件事,有馬一定會寫一句 那個什麼余之鶴那個 只非我煙之,我不知余之鶴 余非如煙之,余之鶴 大家讀書讀這麼多,因為這句名言,其實這句是廢話 莊子,理論時有研究過,莊子說這句只是用來爹爹位置 不代表一個百分之物質實性,不代表一個百分之物質實性 不代表一個百分之物質實性 不代表一個百分之物質實性 只是你沒有可能代入到他 如果你代入不到他 你不是我,你又怎知道 因為當時他要反擊一個位置 你不要理前因後果 現在講這個例子 跟小人與女人難養一樣 最終人類小姐就是破壞了這個發電的發電機 而令到他們就不失業 失業 失業 斷他後腦 被失業 被失業 但這件事對他好 基本上已經是破壞了 那麼久以來的任務已經被終止了 之後他會產生一個新的任務 就是擺門口給他 如果他發電的話 還有另一個問題 其實你不要說對過機人 人類都沒有理會過妖精的感受 妖精明顯是怕電磁波 但他們就不斷開電 不斷取電 有個問題是 當年寄了命令 命令給PG 人類 現在人類小姐 代表人類的命令 都已經一個圓滿了 另一方面 妖精怕電磁波 還是人類才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 人類不知道要拍電磁波 人類不知道要拍電磁波 所以你很難說人類 你會看到人類 即是中原麻衣 他說為何你們要走 我們要拍電磁波 然後就捲起來了 妖精他之前曾經嘗試跟他溝通過 但人類是沒有 你當人類小姐 其實是代表人類質的想法 因為他是一個地道的舊人類 一生來說 我不是沒有跟你說過 不過你不理我 正如機械人說 我現在有訴求 我真的不想做這份工作 但現在你跟我說 我們可以商量 但不可以終止 那有什麼商量 這個就是消防署 那跟現在政會一樣 國民教育 我們可以暫然 但我們就不會準止 消防署 消防署的減工事 最好笑 在不增加現有人手 不影響現有服務 和不增加現有開支 底下可以談 你不增加人手 不影響服務 不增加開支 那你怎樣可以減工事 即是等於是 沒得商量 我做就早硬 你不喜歡 你就走 你說妖精都還可以走 但那兩個機械人 是沒得走的 他們太不想走 對 他們不想走回上去 所以你說 這個故事其實 你講的是 人類社會 人類的略根性問題 其實是 算是受壓迫的一層 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他帶了 有些人類的客人面 其實反過來 以用另一個角度 一個 如果你是做一些 比較服務性行業的地方 譬如說 你是酒樓 銷售 你真的要站一天 你又不能不站 但那些是有人工的 那同樣道理 在人 雇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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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和雇主的關係 他以為 一 brauch 如果他們有 AI 他們的更艱 風格之類 但這是 一樣交由 你公道 這是 Phillips 我給你一些東西,你幫我去做某些東西 你現在是無償工作 這個我想到一些東西 如果剛才Rater的例子 人可以不做這件事,去做另一件事 但Pico和Ototo太郎 他設計出來是為了做那件事 如果他不做那件事,他可以做什麼 他可以成為那些 不,我覺得麗芝美應該這樣說 他沒有意識的時候 你可能當他是 我創造你出來 功用是這件事 但當你有了靈性 你是一個會思考的心靈體 一個個體 他是不是可以四路線 你和人類的對象一樣 我怎樣去做一件事 你可以拒絕 我所說的一件事 他不是沒有選擇的 Pico也有選擇 只不過他選擇只有一個 他的選擇就是做 他沒有選擇 只有一個選擇就是沒有選擇 他的故事裏面說過 只要電磁波 他們會被強制性送上去 他們是沒有選擇 可以與不可以 那個就不是選擇 選擇的定義是有一個以上 我不是唯一一個 一個就不是選擇 我豁胡選擇 我所說的想說 如果一些工作能力比較低的人 他在職業上沒有選擇餘地的人 那是不是這種情況 你明白我想說 你明白我想說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 因為他現在不是說 他沒有其他事情想做 或是他做不到其他事情 你看到他就是 他都說了一個例子 當這兩個機械人來到之後 那些人裡面 知道多少舊人的歷史 他們有很多選擇 他們可以做一個資料 他們可以做一個資料 他們不一定要回太空上去 他們是對著 不知道會不會遇到我 不會遇到玉星外星人 那些 這個不是他有選擇 其實跟你那個例子 不過我明白 I Am 的問題 就是 你現在對比有些人 譬如說 他只有一種技能 他只可以做那種技能 不是 他是沒有技能 他沒有選擇 在社會上 他定位了一個崗位 就是他只可以做最低的 沒有技能 當你是一個無能 當你是一個無能 我給你一件事 你不做你會死 不是 我延伸他的社會性 現在他的故事 他說 我現在多財多藝 你會變怪獸嗎 對 還可以變機械人 吹一隻貓 還可以巨大化 吹他不像 即是機械人 他有很多種用途 可以打OG 打電話 你真麻煩 吹一隻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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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給他們選擇 可以選擇做還是不做 就算沒有技能 都應該有做或不做 或是幾時做的選擇 吹一隻貓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留下下一節 繼續討論這套作品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谢谢大家